这些都被别人撬走了很多 大眼看一眼没找到玻璃中 一在两国呢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寨子里面有两个国家的生活 到了这里可以感受中国和缅甸不同的生活文化 一进来我们就看到缅甸两个字 上缅甸这个国家 佛教文化气息是非常浓的 这里面呢它是一个佛塔 在缅甸就各种各样大的小的这种佛塔是很多很多的 佛教文化的一个国家呢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善良 虽然说他们经济条件并不好 而且特别容易自主 比如说它今天它赚到了十块钱 由于一杯啤酒能够吃饭了 小子生活先过起来 没有钱了再说再去赚 这里还有猪戒逮助服饰的 来到这里旅游的小姐妹 喜欢这样的服饰 可以去猪戒一套去猜猜到 这个年约群一揉起来 这个身材就全部显现出来了 很漂亮 来到瑞丽这个地方呢 各种水果果汁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敲个洞就可以喝了 清甜清甜的舒服 一边喝着椰子水 一边咱们欣赏这美丽的风景 这个叫一个爽 这个树是什么花的 这么漂亮 喜欢拍照的小伙伴 一定要来到这里拍到打卡 一丘当两国 现在那个已经把它封起来了 因为之前口罩的关系 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的栏杆外面 就是缅甸 这边是属于中国 一次要坐上这个鞦韆 来回出轨很多次 特别好玩 这个服装呢 是哈利族的一个服饰 这个翡翠桥呢 也是这里的一个小台式 用翡翠沾粘粮而成的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翡翠 大大小小不同品质的都有 这些都被被人撬走了很多了 大眼看一眼 没找到玻璃中 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个 世界上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 就几十个人 不见了 小妹 我记得以前这里面有 长波子民族吗 长波子的那个人 在哪个 现在没有来 还没有来的 还没来 以前就是坐在前面 就坐在玻璃里 坐在前面 我就是记得以前有嘛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晚上才来 我从缅甸还没过来 我从缅甸还没过来 烦死了 哎呀比较遗憾 他那个民族很有意思 每到多一岁 然后脖子上就加一个金的 一个圈 有几十根圈啊 往头上五六十岁 加五六十根 是这样的人 哇 我说这个睡觉啊 平常怎么习惯呢 人家就是以这个为美 你是要带在脖子上 带得越多越美 是这样的 来到瑞丽 一定要感受瑞丽 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 一些美食 还有瑞丽的珠宝 感谢关注 我是做翡翠的 不是做理由的啊